蘋果的民調看起來 總體的韓國瑜的支持度往下走 可是韓粉卻增加 到78萬 這叫什麼成像 這叫做外冷內熱 什麼叫外冷內熱 韓粉因為這一次的海盜之行 他們更加凝聚了 本來我們看到最近 郭台銘從上個月開始 不斷的透過大的媒體 來做廣告 透過各種專訪 然後甚至找了 本來很多導向韓國瑜的 這些一些媒體 或者網路平台或者名嘴 都改變風向了 這個的確讓韓國瑜感到擔心 韓粉似乎被郭台銘 一層一層的給挖走了 但是經過這一次的 凱到的大造勢的成功 讓韓粉又回來了 所以你看到韓粉是有增加 而且韓粉更凝固了 像這個我們家 像水泥一樣的凝固 可是當韓粉越凝固 它的排他性越強 那就會造成中間的選民 給跑走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 我們看到這一次的這個 凱到的造勢 有沒有年輕人 沒有 比較少啦 很少 有沒有學生 很少 有沒有爸爸媽媽推的小朋友 很少 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紀的 所以我說這叫 因為他們也穿紅衣服嘛 他們也要比照當初二齡 這個當初紅三軍嘛 那我說他們叫做熟齡的紅三軍啊 什麼叫熟齡 就是年紀大的紅三軍啊 因為我們知道當時2006年9月9號 上凱到的當初的紅三軍是反阿扁的對不對 他們當時都是年輕族群為主 都是這些學生為主 那這一次雖然也是紅三軍 他們也想延續那個時候的倒扁紅三軍的氣勢 來倒菜 對 他們想要用這個 把大家判回過去的那個記憶 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那個紅三軍是很厲害的 對 但是他們想延續的結果 結果我說 話虎不成反類全 因為雖然你想發 你看Copy 但是很難 結果變成說 這場的這個活動裡面 你看他唱什麼歌 唱國歌啦 唱國旗歌啦 唱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宋 中華民國宋 你去問街頭問年輕人 大概認識了沒幾個 真的 唱出來大家還覺得 第一句 青海的草原 我想說為什麼要唱青海 跟我們什麼關係 對不對 還喜馬拉雅山 對不對 這東西跟台灣民眾 年輕人覺得沒有感嘛 你如果你上什麼左水溪啊什麼 那他還覺得 或者你上五月天的歌曲 大家比較熟悉 那就表示說他有年齡層 對 那這個情況之下 就會讓大家覺得 中間的 所以你看 當他變成這個鐵粉 在這個戰口 凱道的時候 中間選民沒有了 中產階級沒有了 年輕人沒有了 跑掉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韓國瑜 我覺得他看到這個民調 他會覺得他白忙一場 搞那麼久 可是或許他會自我安慰 如果不辦 可能掉更快 因為他覺得 還是有凝聚的效果 至少韓粉有凝聚掉 可是中間選民跑掉之後 他整個制度往下走 這是韓國瑜目前所命令到的 就是說他這個可不可以 這個外冷跟內熱越嚴重的話 對 我覺得他跟郭台銘死亡交叉的可能性就越高了 是喔 對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 但是他問題是 他現在不曉得該怎麼辦 因為如果他每一次造勢 結果都是民調往下走 那怎麼辦 到底還不要再造勢 對 你現在花蓮鐵路就那一條啊 公路又只有那一條啊 那怎麼辦呢 現在這次花蓮會變成原水救不了近火 那當然我相信韓粉還是有很多人 早就買好票了 然後做中間 做這個北回線要過去了 但是他終究那個場面 一定會跟拿來跟台北比嘛 那當然我們也不能說 因為花蓮終究是在東部嘛 但是如果那個氣場 那個場面不如預期 那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韓國瑜現在很擔心 就是說他 到底還不要再敗下去 如果花蓮再敗 又再落下去的話 那不敗 那不敗又沒有安全感 今天已經敗死了 今天敗死了 所以他 我會覺得他會進出一個兩難的局面